作為變種特工系列外傳 新意變人 故事核心都是圍繞回意變人 一直被這個社會的人類 拋棄和厭惡 更利用他們做殺人工具 而這班新一代年輕意變人 又會怎樣去面對這個 黑暗時代 由生命中的美好缺陷年輕導演 喬慎波恩執導 開創Marvel首部超級英雄恐怖片 大玩暗黑經歷新路線 電影故事 以同名原著Marvel漫畫作為藍本 片射出意變人充滿恐懼 和壓迫的精神狀況 但電影原定 在2015年5月正式簽署電影 主體拍攝2017年7月 與波士頓進行 預計2018年4月上映 但不過電影一波三節 先來面對迪士尼收購FORCE 到後來一改再改的劇本 重拍 再加上疫情等因素 然後到今年8月底 先陸續各地推出 相信大家因為疫情關係 沒有去戲院看 現在進來HMVOD 就有得看變種特工系列 和外轉新移變人 電影近找來五位年輕演員 不要看他們這麼年輕 有幾位演員 他們在近幾年間 都有自己代表作品或角色 絕對有看頭 他們參演過的電影 僅有一部你有看過 現在就和大家一起進入 新移變人的黑暗時代 認識這班新一代移變人 安娜-泰勒喬伊 這個名字相信近年都不會陌生 她在今年已經有多部電影 單大騎做女主角 Emma-上流貴族 Last Night in Soho等 她今憑原創劇集 後翼戲兵贏得極佳後悲 還風魔全球吸引一班粉絲 而今次在戲中飾演秘客 伊利安娜·拉斯普賢 講她小時候被神秘組織虐待 為了保護自己 而去學級魔法唐生 不僅懂某種武術能力 還可以空間移動 她隻手可以幻化成一班靈魂之劍去戰鬥 除了安娜-泰勒為人熟悉之外 李西威廉斯最出名的作品 就是在神劇《冰與火之歌》 權力遊戲中飾演史塔帕加 即是代表狼族的女兒艾莉亞 她曾因這個角色 獲得了小狼女的綽號 和今次《新意變人》中飾演的狼獨 來欣申克萊 在離去和狼有關的角色都很有淵源 而男演員方面 查理希頓更憑Netflix爆紅影集 《怪奇物語》中的大哥Drama 一份形象深入雲深 其中她的聰明、勇敢、安靜的性格更受大家歡迎 和《新意變人》中飾演的三母形象相似 都是比較安靜 她在《新意變人》中飾演嘉隆炮三母格斯里 能力是將自己以噴氣般的高速推向控中 令敵人無法穿透強大力場包裹 形成無敵狀態 在漫畫中 嘉隆炮曾受到美國隊長的招募 短暫加入復仇者劣盟 如果喜歡看美劇 一定對亨利澤加一點都不陌生 她曾出演過多部美國青春劇 《Hannah的遺言》 《少年郎》 《尋找阿拉斯加頓》 而她今次戲中 做太陽黑子 羅伯托 達科斯塔 她可以操縱太陽能 以極高溫度包覆身體 可以燃燒地球上任何事物 亦因為這個技能 令身邊人受到傷害 但談到整部電影的開場主角 就落在新星 布魯韓特所飾演的幻鏡 丹尼爾 穆恩斯達做開始 她在身邊人擔當一個重要的角色 能力非常神秘和強大 還發現這間囚禁醫院的秘密 那究竟這五位年輕的身邊人 以前經歷過什麼創傷 又為什麼被拘禁在秘密醫院裡面 面對自己強勁而不受控的異能 到底他們需要被治療 亦或被解放 那就進來HMVOD 看最新上架新意變人 重新認識新世代意變人 還可以一App 全變種特工全系列 HMVOD陪你迎接新一年 大家要撐住呀 登記成為HMVOD會員 送你一個月免費試用 再加送七八點 等於看盡二十八套電影 還可以專向Catano 天然營養補充食品 增加產品百五折優惠 快點進來HMVOD了解詳情 成 bugün 成為新ację 發展 Myni號